各位帮球迷 早安 晚安 我是阿渡凱 上集我們提到貝說是勞工之光 也就是薪資高 但表現卻不好的 而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貝說是勞工支持的球員 也就是薪資低 但卻付出200倍 甚至是300倍努力的那些球員 沒錯 也就是像前年的吳哲苑一樣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盤點一下 中華職榜34年的那些球員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位是美美鄭浩君 他在2022年回到台灣參加選秀 並爆了門的成為首輪指名的球員 他和中信兄弟達成共識 簽下一張2.5年月薪25萬元的合約 同時還附帶激勵獎金 而去年美美的表現相當完美 雖然開季的時候不穩定 但在午夜以後整個燒起來 防禦率從4.96開始下修 一直到季末則是3.02的成績 去年整年21場出賽 有19場的先發 吃下101.1局 攪出防禦率3.02的成績 同時拿下9勝5敗 與一次的救援成功 雖然因為局數不足 最終沒有排名在榜上 但在他的三項數據上 通通都是超越其他土頭的成績 若以月薪25萬元來看 鄭浩君的表現相當的可怕 比較低的滑球吧 對 沒有錯 最後是來了一個滑球 在滿壘的情況之下 鄭浩君投出了關鍵的奪三陣 也讓獅子君 在4局下半留下了滿壘的殘壘 再來是邱志成 2022年獅隊出現了傷兵潮 外野三軌也解體只剩下承接線 不過當時小黑邱志成也竄起 成功獲得大量的出賽機會 儘管表現平平 但也獲得大量球迷的關注 並獲得泰國四爺的綽號 2023年祭出邱志成獲得加薪 月薪來到15萬元 去年球季外野三軌歸隊 也因此擠壓到邱志成的出賽機會 使得他的成長受到限制 不過時間來到7月以後 邱志成的表現越來越逆天 7月與8月雙雙攪出4x29的打擊率 而且上壘率分別為4x78 與5x12 讓他成功頂替低潮的林安可的位置 去年球季除了擁有高檔的打擊率以外 同時還有不錯的上壘率 以及不錯的角成 季末更之入圍 進入了最佳進一步獎的範疇 只可惜最終落馬輸給了李宗賢 去年球季攪出3x13 3x86 點436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5轟與23分打點 OPS加則是138的成績 若以月薪15萬元來看 可以說是相當優秀 出發 外野的飛球 哇 這個球追得到嗎 追不到了 彈出去了 還是砸鍋了 光入Double 追平分進來 有點守得也比較淺啊 我真的因為要 第三個就是去年的最佳進步獎得主李宗賢 2022年球季李宗賢迎來了生涯最大低潮 因為不完整的春訓使得不僅打擊率是生涯新低 結果連守備的能力都下降 也因此李宗賢去年球季出遭到減薪 從20萬下降是16.5萬 不過去年球季重回三壘防具的他突破自我 角出至今為止的生涯年 開季前段因為新延續卡位的關係 使得李宗賢沒有出賽的機會 打擊率也有不穩定的情況 5月以後李宗賢開始獲得更多的出賽機會 他的打擊率也在5月底正式爬上三字頭 而且就再也沒有掉下來過 就這樣子扛三壘防線扛到了季末 去年球季他攪出3x18 3x78點424的打擊三圍 外帶17倒與41分打點 OPS加則是133的成績 去年除了打擊進步以外 重回三壘老本行的他的防守能力也回穩 最終也殺出重圍 在激烈的競爭中躲下最佳進步獎的肯定 第四個是樂天桃園的黃偉成 曾經有一個難聽的綽號叫做油罐車的他 在2021年終於把防禦率降到三字頭 也因此2022年受到加薪到17萬元的肯定 不過2022年的表現卻又掉了下來 防禦率回到4.22的成績 所以2023年的薪水又降回14萬元 去年秋季他則是投出他的生涯年 在樂天桃園牛棚失火的情況下 黃偉成卻是一軍突起 他的表現也是介於敗戰處理組與勝利組之間 沒有很特別的定位只要需要黃偉成 他隨時都能跳出來扛 也因此他常常會有投不到一局的投球數 可惜控球有些危險 BB9來到3.47的成績 也因此就連失敗次數來到3次 不過去年球季的表現仍相當完美 一共38場的出賽投了31.1局 攪出1.15的防禦率 與1.21的WHIP值 並拿下9次的中繼成功 依賴A加則是破表322 以中繼投手的防禦率來看 黃偉成僅次於富邦和將富蘭哥 甚至還比兄弟的中繼王小黑還低 若以14萬元的月薪來看 黃偉成的表現已經超出許多 第五個是衛泉龍隊的劉基鴻 不同於郭天信愛的李凱薇 一位劉基鴻發育較慢的關係 所以劉基鴻的薪水漲得也沒有他們來得快 2022年開始逐漸成長了他 在2023年獲得加薪的肯定 而薪水則是來到18萬元 進入職榜第四年的劉基鴻 天賦也已經開始逐漸兌現 去年賽季開始後 劉基鴻的表現一直都維持在高檔 打擊率在5月底以前 甚至都還有在三成以上 去年和極力極老兩人連線破壞力十足 連續兩個又打炮4後 加加起來也有39轟的成績 整個賽季只差一場比賽 就完成全球出賽 角度2x91、3x43、4x50的打擊三圍 外帶16轟與80分打點 成功勇奪安打王的獎項 至於80分的打點數 僅次於廖建復的83分 OPS加則擁有129的成績 總冠軍賽的表現已堪稱絕美 3、3、6的打擊三圍 還在總冠軍賽G1的14局下砍出智聖鴻 最終幫助魏全龍躲下2023年的終止總冠軍 渠道部分的龍米應援聲跟樂天 這個球來看一下 在左外野方向 是界外還是界外 界內嗎?沒有問題 再見全雷打 這場比賽龍隊的得分 是從劉建勇的全打開始 最後也結束在劉建勇的全雷打 第六個是樂天討厭的王志軒 2020年和樂天討厭簽約 雖然在俄軍的表現很猛 但在義軍一直都沒有太多的出賽空間 也因此王志軒的薪水自從加入終止以後 一直都沒有上漲過 都是維持在5.5萬人的水平 去年球季聽從教練團建議 將出手姿勢改為側頭的方式出手 而他練習後也越投越好 成為終止相當稀有的左手側頭 去年賽季他也解救了樂天干渴的牛棚 整季一共擁有43場的出賽 投了35局 角出防禦率1.29的成績 而WHIP值則是相當優異的0.71 ERA價也是爆表的288 雖然主要是在落後的情況下才會上場 但拆炸彈的能力也是一流 尤其是左打面對他的打擊率僅一乘41 加上是稀有的左側頭 也因此就連右打都拿他沒轍 被打擊率僅一乘82 若以5.5萬元的月薪來看 卻投出一個接近頂尖牛棚該有的水準 真的是CP值超級高的選手 最後一個是王震順 王震順雖然在進入職棒以後 一直在義軍都沒有太穩定的出賽機會 不過因為他2022年賽季 常常待在義軍待命的關係 也因此在去年球季初受到加薪的肯定 薪水則是從7.5萬上升到了10萬元 去年賽季王震順雖然剛開季沒有太多的出賽空間 不過在一次月東華因為跑壘受傷後 王震順從此在義軍闖出一片天 因為沉穩的心態 也因此他的選球能力不錯 擁有11%的高保送率 雖然揮空率高但還是有相當不錯的打擊率 使得他的上壘率也高 除此之外王震順的守備能力也很不錯 表現中規中矩偶有佳作 而且除了遊擊以外的內野都能夠守備 是一名超強的內野工具人 去年賽季攪出303、3082、4040的打擊三圍 外帶4轟與19分打點 OPS加則是138的成績 放在三壘的話也能補強兄弟近期較為不足的角落火力 而若以月薪10萬元來看 又是有打擊的內野工具人 也是一名超高CP值的選手之一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了 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所以請從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到我上網頻道 都市傳播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